大家好,我是表叔 今天我们这天气还是挺凉的 然后呢,我在地下室 这个是地下室的一个办公室也非常的凉 所以就穿了这么一个小的外套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来聊一聊 美籍的华人不要去中国的这么一个话题 在过去的这个节目当中 我也跟大家聊过这个真实的案例 就是说,持有中国护照的 拿有美国绿卡的这个华人朋友回中国 结果可能会有这个风险被限制出去 那么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么一个故事呢 是真实发生的 是已经加入美国国籍的这个华人的故事 如果是首次观看表叔砍世界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事情是这样的 为了保护隐私 我们就不提这位老兄的任何个人信息 那么这位老兄呢,他实际上已经加入了美国的国籍 这都是最近几年啊 这个特朗普闹的啊 本来很多华人觉得入籍不方便啊 还要办签证什么的,对吧 最好是拿着中国护照 还有绿卡什么的 这样子去中国 来去啊 都特别的方便啊 这个一点也不讲 但是特朗普上台之后呢 很多人害怕的移民政策有变 所以就很多的华人呢 就开始申请入籍啊 也就是说 后来都加入了美国国籍啊 也就是最近这几年吧 陆陆续续的不少的华人都加入了美国籍 那么也有一些人呢 就是因为啊 还想在中国做一些事业 或者是做一些生意 所以呢 他们有的时候呢 他们回中国的时候 他们不见得拿的是美国护照入境 他们仍然持有就是说中国护照啊 和比如说啊 香港的身份啊 这一类的东西入境啊 那么这位老兄呢 他在香港也是有身份的 所以他在入境的时候呢 啊 他就没有使用美国的护照 而是持有香港和中国的证件入境的 啊 没有想到他刚刚一入境中国就被逮了 然后被遣返这个原籍 接受调查 那么大家可能会问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他会被啊被抓 那么 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啊 目前国内在抓这种各种啊 经济犯罪或者是啊 过去可能有一些啊商业上的纠纷啊等等 各种事情都非常的多啊 而且呢有的地方在倒查20年 所以有不少人呢 他很有可能会被过去的一些案件 或者是过去的一些事情所牵扯 那么别人呢可能就 把他给兜落出来了 对吧 兜落出来所以呢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啊 回国 因为现在是村节嘛 所以回去的这个华侨或者是华人也不少 是吧 当然了我刚才说的这个案子也不是普遍性的 但是呢也值得啊 在美国的这个华人啊和华侨啊 啊值得警惕啊 你可以想一想过去是不是有一些事情曾经发生 会不会对现在造成潜在的风险 比如说你在过去做生意的时候 在中国做生意的时候 哎有没有一些违规的或者是灰色地带的 一些行为啊 现在国内抓这种贪污腐败啊 这些官员是非常的多的啊 不光是官员还有可能涉案的一些民企业家 那么这些人他会不会把其他人给兜落出来啊 所以呢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 一旦入境很有可能你就会牵扯到类似的情况啊 就是说哎突然说对不起你不能走了啊 因为有事情 然后他们就会叫这个你的原籍的 比如说纪简啊公安啊过来接你 然后就把你带回原籍啊 这个时候你就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 是不是你过去啊曾经卷入啊一笔业务而这笔业务出了事了 或者是你过去是不是给某个官员行贿了 是不是你过去曾经利用灰色渠道啊 转了一大笔外汇出境等等啊 有很多不同的情形和情况都有可能造成啊 像我今天说的这种啊被抓的情形 那不管你是不是已经加入了这个啊 美国国籍只要你还持有啊和中国有关的相关证件入境的情形下 那么中国是不承认双重国籍的 所以呢 你要是想啊 找美国这个领事馆或者是大使馆 恐怕也是非常的困难 为什么呢 因为啊中方说对不起 你拿的是中国护照入境啊 你没有这个资格去联系美国大使馆或者是美国领事馆 那么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那么现在这这一类的事情是越来越多啊 我们在社交媒体上或者是在新闻里经常听说 对吧 国内的某个大官啊 又被抓啊 某个人又被算归了啊 这种新闻几乎天天都有 那么这些事情都会牵扯到很多的人啊 所以呢 在你回国之前 无论你是持有中国护照啊 还有绿卡啊 还是你持有美国护照啊 你在去中国旅行之前都要做一个风险评估 啊 如果你就是说哦 应该我没有什么事我我最近这几年经常去啊 然后呢 我这次去就是回去看看父母 对吧啊 然后顺便再看看还有什么机会啊 这是大多数人都是这个思路啊 但是呢 有个别的人就没有想到他一旦入境 就会被逮啊 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位老兄 实际上啊 别人也善意的提醒了他 建议他不要回去 但是呢 啊 他个人认为 没有什么事 我自己也没犯事 我为什么不回去啊 对吧 结果我想他被呆的那一刻 他一定非常的懊悔 好 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这个真实的案例 啊 如果 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你留言 啊 现在我个人觉得啊 在目前国内的这个 各种形式吧 都不是特别看好的情形下 啊 你在国内做生意 现在是非常的难做 啊 应该机会实际上也不多 啊 没有必要承担这个风险 一旦出了事 不光是你的家人 孩子受牵连 为你担心 你在国内的父母 恐怕也更加为你担心 同时呢 你很有可能啊 因为 你这次回去 会给很多人 中天麻烦 啊 继续 因为这位老兄被抓 没隔几天 就有一批人落网 好 今天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 咱们下次再见 咱们下次见 咱们下次见